实际公共实力排名第三名 热心大叔肖自在 注意我已经没有脑袋了 上去的事上呛在跟大家说话 肖哥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一个纯粹的人 是一个脱离了滴气趣味的人 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 我只是想打死两位 或者被两位打死 是啥 沉头片中在面对毛神道士赵归珍时 毫无保留的把这种纯粹发挥的淋漓尽知 如果把鲨鱼比作食鱼 那肖哥是个顶级的美食家 旅游自带烹饪工具 献寡人蝎子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还刻意给赵维珍带上葡萄糖和氧气 肖自在是史老之一解空大师的弟子 老年因为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而败入门门 而他的师父解空大师 以前是少林武僧 所以肖哥使用的攻击方式 也全都是少林武僧 目前已知的技能 皆为少林七少尔绝学中 如大刺大尾掌龙抓手 金花指等等 破坏力之强 仅几招就打碎了赵维珍十几年练出的法器 五无地前 一招龙溪水 就废了赵维珍用七个孩子蓄的功力 一掌鸡飞拥有护身法器的马孙长 远了用大刺大尾掌空 进了有龙溪水 闪避有体处高 挨打有金钟罩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雷烟炮高宁曾这么形容过老天师 这句话也适用于肖哥 只不过要稍微改改 他的杀衣非常强烈 且非常纯粹 肖哥对待烹饪这件事上 非常有兴趣 而且非常专注 这就造成了他在战斗过程中 不会受到任何情绪影响 怜悯恐惧悲伤 统统不存在 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你抬走 这么强的人 你才把他排第三步 咖啡他居然真想不一 可能人把肖哥排的第一名 是因为把他的欲望和实力挂钩了 在动漫或者电影中 一个手的残忍的人 往往具备很强的实力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最强 就像超人和小丑 如果真单论作战实力的话 小丑一定赢不了 他和黑管更像一个顶尖的刺客 和顶尖的战士之间的对比 两个人的硬实力几乎难分伯助 但是到最后 小胜的往往都是那个战士 至于为什么 到时候我会说 所以综上所述 我把肖哥排在了第三名 肖子再是个恶人 而且是天生的恶人 就像他自己说的 胜我者不可 因为双亲都已过去 胜我者未知 因此不敢有后 愚者无不可 简单说 就是他眼里没有不能抬走的人 但同时肖子再也是善的 因为他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天性 所以他一直在为自己 寻找一个合适的枷锁 从出家到公司 他是所有临时工中最尊重生命的 任何一个临时工在打工减后 都可能失去理智 但唯独肖哥不贵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 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停下来了 肖子再的魅力在于 他一个人同时拥有大善和大恶 两种极端品质 在这种矛盾冲突下 他依然能时刻保持冷静 但身处黑暗 但却向往光明 但以自身之力 他没办法抗凭这种黑暗 所以他加入了公司 就像他对赵贵真说的 你我倒是最心死于 堕入黑暗的变态 身处黑暗 若心中还有那么一丝 向往光明的话 就有一个办法 黑吃黑 我相信人性本恶这句话 所以才需要法律和道德的枷锁 限制我们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恶 但法律和道德 让我们的恶只能想 而不能做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子仔 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而已 我想用魔兽的这句话 形容肖哥最为铁切 最后 白兽 你妈实在是禁门第 就在今天 天 天 我请不吝点赞